好的主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辆游览车排在路边 正在等待出发时间 进到车内一看 所有小朋友通通坐上车 把车上的座位填满 准备踏上回家之路 他们就是受到这次花莲强震影响 受困在西宝国小的59名师生 就在7号这天 受困将近5天的时间 总算等到游览车上山 要把他们安全送回家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可以看到小朋友们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也已经有将近一个礼拜 没有见到家长 但还是非常勇敢 得知可以回家之后 脸上都堆起了笑容 还能在车上打闹 看起来并没有大碍 而根据目前总务道的资讯 西宝国小受困师生 已经通通撤出 全速顺利搭车准备下山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说了 除了西宝国小 包含金银酒店的旅客 跟员工在内 共计305名受困人员 今天都会从山区撤离 至于天祥地区的金银酒店 活动中心 天主堂跟台电天祥站 则都还会有员工留守当地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